柯文哲才刚遭法院严压 现在却惊爆 柯文哲卷入性骚风暴 而且又是特定的周刊爆料 前台北市议员曲美凤 2022年10月间 跟柯文哲的一场会议上 柯文哲突然在众人面前 伸手轻抚 曲美凤赤裸的手臂内侧 一路从走窝滑到了手腕 还不顾旁人的侧目 夸赞说 哇 你的皮肤好好哦 让全场的与会者当场看傻 柯文哲公开的动作 让我们非常的惊讶 侵犯肢体的空间权 跟尊严的这种方式 不是一个领导者应有的态度 他是有把小美的手抓起来 前后抚摸了 当作当场都没有人 不止如此 周刊爆料在会议后 柯文哲跟曲美凤 搭同一部电梯 柯文哲还跟对方说 人不能长得太漂亮 还以妖精来形容曲美凤 当天晚上更传了讯息给他 说人不可以太聪明 太漂亮 太年轻 他讲到妖精的时候 我们大家也觉得很意外 我们真的傻了 他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 他用一个贬义的赞美来对你 而且还在公开的场合 然后当着别人的面来说你 实际上在打击你 攻击你 霸凌你 周刊甚至报导 柯文哲曾对曲美凤说 要聘他当国安会副秘书长 负责国内征访事务 但奇怪的是 曲美凤也透露自己在2022年 两度遭柯文哲骚扰 但在2024年的总统选战前 为何他宁愿忍着被骚扰的悲痛 也要力挺柯文哲支持蓝白盒 他这么说 如果当时那么痛苦的话 为什么还要促成蓝白盒 我们觉得要为了台湾而牺牲自己 现在越伤感 我想跟我一样心情的人 一定是非常的多 诡异的是 先前北检就遭责疑 泄密给周刊 柯文哲的简讯内容 疑似信搜特殊人士的简讯 难道是检方泄密给周刊 才找上了曲美凤 看起来就是检调放出来的 否则的话 周刊怎么会有这个 他的手机的内容 周刊刊是怎么找上你的 先前我们是 金传媒要做一些媒体合作 所以我跟裴社长才会手谈 检调有没有泄密 柯文哲有没有信骚 现在遭指控的当事人 被压在看守所 在真相出炉前 事件恐怕会持续延烧 记者张有茨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